他是韩国国旗之父 却被韩国列为韩奸 钉在耻辱录之上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 是一个国家主权意识不断增强后的必然产物 是一面反映国家政治特色和历史文化传统的旗帜 所以能为一个国家设计国旗 绝对是莫大的荣耀 而这个设计者往往也有着光辉的形象 想必我们也无法接受一个有历史污点的人来设计国旗 比如我国的国旗设计者曾连松 他不但是南京大学前身中央大学的经济系高材生 还积极投身革命从事地下活动 更是在1950年国庆时 被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理台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我们的邻国韩国 其国旗设计者非但没有光辉的形象 甚至还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韩奸 曾三度遭到韩国方面放逐 这便是成为朝鲜半岛开化党巨头的朴永孝 明明是光荣的韩国国旗的设计者 为何被永久钉在历史池污入之上 又是如何的际遇 使其成为背叛祖国和民族的人 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位传奇人物的经历 1861年7月19日 朴永孝出生于朝鲜水源府 他虽然为朝鲜王朝第十四代君主的后裔 但是早已家道中落 其父朴元阳只不过是一个穷秀才 既无权也无钱 但还好朴氏家族中还是有不少人从政 能够在必要之时提供一定的帮助 虽然家庭条件一般 但朴永孝天资聪颖 从小便随长兄朴永孝 在族人朴归兽家中学习 大家族的熏陶 再加上父亲也是秀才 这使得他整个人的气质十分出类拔萃 在水源府也是小有名气的青少年才俊 1872年 年仅11岁的他碰上了人生中最大的际遇 而正是这次机遇 为他此后的传奇人生打下了基础 那一年的年初 朝鲜王朝为先王哲宗唯一存活的女儿 13岁的永惠翁主选驸马 在族人大提学朴归兽和水源流手身兮兮的推荐下 朴永孝成功进入了驸马候选名单 在族人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之下 他一路过关斩将 成为了最终的驸马严人选 随后 朴永孝与永惠公主完婚 并被封为锦铃位 从浦东平民连升18级 一跃成为正一品辅国重渡大夫 作为折宗的驸马 朴永孝从出身和学士方面显然都是出类拔萃的 而在长相方面也颇得朝鲜王师的认可 人们一致评价他 眉目如画 有子都之目 朝鲜折宗之妃 折人王后更是对其喜爱有加 经常送他各类喜爱之物 早就超过一般的礼节性往来 可天有不测风云 他完婚仅仅不到三个月 永惠公主就应病去世了 而按照朝鲜王室的规定 驸马自死不能再婚 虽然永惠公主去世 但已经为他今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 毕竟12岁就成为正一品官员 简直就是黄金开局 不过 朴永孝的正一品官职 只是荣誉性质的称谓 并没有实权 而根据朝鲜王室的规定 此类官职不能参与到实际的社会管理工作 尤其是国家大使 这就是所谓的宜宾不遇国政 朴永孝显然不甘心当一个花瓶 满腹学识的他 从小就接受较为先进的教育 又经常和吴庆熙 刘鸿基 李东仁等有着开化思想的人士交由 便逐渐成长为一个 立志改造朝鲜的开化改革分子 随后 他与金玉军 洪英植 徐光泛等心怀开化思想的青年 简称开化岛 终日聚集在一起 探讨朝鲜的现代化改革大业 希望能使朝鲜成功转型为 和日本一样的现代化亚洲国家 此外 虽然其荣誉性的正义品官职 有着宜宾不遇国政的限制 但是他驸马爷的身份 却可以帮助他毫无困难地进出王宫 经常面见朝鲜高宗 正是在这一次次 研讨天下大事的畅所预言中 高宗发现了他的才华 也被他各种先进的改革思想所折服 于是便打破了朝鲜王朝的组织 让其担任朝廷要职 亲身参与到朝鲜半岛的国家大使之中 而此时的朴永孝才仅仅15岁而已 在随后的几年内 他先后担任 迎接宗主国清朝的世子册封室 五位都总府总管 叛议进府室等官职 成功完成了荣誉性官员 向实权官员的转变 作为封建国家 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成功典范 日本一直是开华党成员们心中的学习榜样 所以他们一直期盼 能有机会去日本亲自考察 而这个机会很快便到来了 1882年 朝鲜半岛发生人物兵变 日本找到借口 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纪武府条约 条约本身对于朝鲜是屈辱 但对于朴永孝本人来说 这个条约则十分有利 因为他便是此次前往日本的使臣 正是利用此次前往日本谢罪的机会 他终于实现了亲自考察日本的夙愿 与此同时 此次朝鲜手段中还有了大量开化党人 包括金玉军 徐光芳等核心分子 都跟随朴永孝一起见证日本的发展情况 而正是此次三个月的访日之行 让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 在朝鲜半岛推行全面社会改革的决心 当朴永孝的双脚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后 他眼中所呈现的一切 就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日本方面对于朝鲜方面的使团人员 也给予了热情接待 各界高层人士纷纷与他们展开了深入交流 其中就包括被称为 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福泽玉吉 这些交流让他们对日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而朴永孝也将自己在日本的活动和见闻 记录在《史核激略》一书中 多年后朴永孝还亲口承认 他的整个一生都受到了当时亲眼所见的 日本明治时期 蒸蒸日上的社会风貌的影响 此外 在其初始日本期间 高宗曾授权其在必要情况下 可以设计一面用于外交场合的国旗 所以 在前往日本的明治丸号轮船上 朴永孝参考洋人航海事的建议 以太极两仪和乾坤坎尼四卦为图案 设计制作出的第一面韩国国旗 太极旗 在日本居住的几个月内 他将这面太极旗高悬在寓所上 让世界各国外交官均看到了朝鲜半岛的旗帜 次年3月 朝鲜王朝正式决定 将朴永孝设计的太极旗 定为国旗 并沿用至今 回到朝鲜后 朴永孝于1883年初 被任命为汉成福叛隐 这个职位放到现在来看 大约就是首尔市市长的意思 这就为他实现筹划已久的改革设想 提供了实际操作的机会 于是 他开始在职权范围内 进行一些开化改革尝试 包括 设置博文局 筹备朝鲜最早的近代报刊 汉成寻报 建立制造局 完善首都汉成的道路 土木等基础设施 建立警寻局 创设近代警察制度 选拔留学生赴日 以及衣着制度改革 此外 还有一些配套的改革措施 其目的便是要效仿日本 进行现代化改革 使朝鲜半岛能够走上 现代工业化国家之路 可改革便意味着得罪人 因为所有的改革 一定会触碰某些人的利益 平永销自己也说过 大更张之际 未有不招棒脸院 所以在一开始 他并没有大兴土木 只是进行了一些小的尝试 但就是这样 有限的改革措施 依然让朝鲜王朝的 守旧派元老惊慌不已 也对他的改革行为 十分敌视 而因为社会风貌改造 制造局拆除了许多居民 丝搭乱建的违章建筑 导致部分平民怨声载道 于是 平永销上任仅仅三个月不到 守旧派官员 在开始借他 拆除违章建筑的提发挥 在各种场合向高宗施压 导致高宗不得不免去的 平永销汉城府叛演的职位 改任其他府的留守 但平永销没有放弃 他前往其他府担任留守后 又开始了一定的军事改革 以毕业于日本护山军校的 身符魔等为骨干 创建并训练了一支 一千多人的新式军队 但即使是这样 朝鲜的守旧派也依然不满足 他们继续不断弹劾平永销 最终将这支军队改编 并逼着他辞职离开政界 而正是这段时间的经历 让平永销逐渐变为 激烈的改革分子 在各种改革尝试 军授阻失败后 平永销终于想明白了 朝鲜要想仿效日本进行改革 最大的阻力 不是落后的国力 和普通百姓的阻挠 而是朝中全是涛天的 守旧派全臣 所以他和金玉军 洪英直、徐光泛、徐载毕等开华党人 开始频繁聚集在一起商量对策 地点便是在朴永小家中 最终他们认为只有发动政变 推翻守旧派把持的政权 才能为朝鲜的进队化改革开辟道路 当然开华党成员们 也深知自己势单力薄 明白光凭自己手中的力量 根本无法掀翻朝中的守旧派力量 于是他们秘密会将的 日本驻朝公使逐天金一郎 并获取了他的军事支援 此外他的老师福泽玉吉等人 也在日本为开华党购买刀具、炸药和步枪等武器 并以走私方式输入朝鲜班党 甚至高宗也私下默许了他们的行为 但此时的高宗还不知道会闹出那么大的动静 1884年12月4日夜 开华党人在汉城邮政局的落成仪式上 发动假深政变 杀死7名守旧派大臣宣布朝鲜独立 并建立新政府进行国政改革 平永孝在开华党新政府中负责掌握兵权 在仅仅三天后 开华党勾结日本人发动政变的真相并被曝光 这不仅让朝鲜民众十分愤怒 更是让驻朝清军十分不满 摸清政变底细的袁世凯当机立断 率一营官兵及朝鲜清军左右营赶赴昌德公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 清军大获全胜 也获得了大多数朝鲜官兵的好评 至此开华党策划并主导的假深政变 仅仅维持了三日便宣告失败 还收获了朝鲜民众的恶评 但平永孝懂得大丈夫能屈能伸的道理 并没有和哥哥平永教及开华派领袖 红英职一样选择坚持抵抗 而是趁乱逃往了仁川的日本领事馆 并在仁川港乘坐游轮千岁晚好 逃到了日本 与其一起的还有金玉军 徐光范 徐仔碧等其他八名开华党成员 随后朝鲜政府宣布 和日本人勾结参与政变的开华党为乱党 并同时下发的通缉令 追捕逃亡到日本的九名国贼 并要求日本政府尽快引渡平永孝等人回国 虽然被定为国贼 但此时平永孝还在心中筹划着祖国的富强事业 他花费几年时间来观察日本社会的制度和风貌 并和各界人士积极沟通 使其开华思想又来进一步的飞跃 随后 他于1888年 拟写了一份一万三千余字的朝鲜改革意见书 以给高宗上书的形式发表 即开华上书 这份意见书紧贴实事 层次分明 系统阐明了对于朝鲜改革的建议和规划 充分显示了朴永孝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新思考 以及对祖国朝鲜的赤子忠心 但这份上书不但遭到了当时朝鲜方面的无视 还进一步提醒了他们要尽早除掉这个国贼 于是朝鲜方面秘密派出刺客李毅之和洪忠宇前往日本 任务是暗杀金玉军和朴永孝两名开发党领袖 最终洪忠宇在上海成功暗杀金玉军 李毅之则因为阴谋败露 被朴永孝的手下擒货后移送日本政府 最终被判处死刑 而朴永孝不仅躲过一劫 还将很快迎来他政治上的回归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 日本趁机派出军队突袭汉城王公 又随后偷袭了清军运兵船 挑起甲午中日战争 最终将大清的势力完全赶出朝鲜 在日本的要求下 高宗被迫赦免之前的开化党政治犯 让这些有着污点的人再次成为政府官员 朴永孝听说这一消息后十分激动 甚至在没有接到日本和朝鲜政府的通知的情况下 就悄悄回到了汉城 随后朴永孝被高宗赦免 在日本人的帮助下重回政界 被任命为内务大臣 这是开化党政府的二号人物 其地位仅次于总理大臣金鸿吉 朴永孝也终于得以施展自己的才华 主导了第二次甲午庚章 他首先便限制了军权 规定大君主欲正殿失事 政务侵循各大臣裁决 后贫宗器不容干预 随后他更是以内务大臣的身份 与金鸿吉联合组合 在朝鲜建立起君主立宪的政体 还对朝鲜半岛的司法制度 警察制度 外交官制度 税收制度 教育制度等进行深度改革 而在平永孝一派与金鸿吉一派发生冲突后 由于平永孝有敏飞集团的撑腰 金鸿吉被免职 平永孝随后担任内阁总理大臣 成为了开化派政权第一人 可万事都是有代价的 平永孝能够进行如此深度的改革 而不被弹劾 最为重要的便是日本人的支持 如果没有日本驻朝公使警商心 和日本驻军的威慑 这种改革根本无法推行 所以在改革的同时 日本人也借此机会 将大量顾问安插在朝鲜政府中 进一步加强了给朝鲜的控制 虽然平永孝知道 敏飞只是和他互相利用 但他没有想到时局的变化如此之快 在敏飞的政敌一一被他除掉后 便轮到了平永孝 因为敏飞一直无法忘记 被日本人赶下台的屈辱 便抓准时机 抱上了俄国的大腿 并扶植了一批亲俄派官员上台 与此同时 平永孝本人在上位后 一直为了祖国的富强而奋斗 虽然日本人改了他大力支持 但他也同时对日本人的渗透行为 十分警惕 连续几次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 维持了自己的底线 但结果就是 日本人对他的支持力度逐渐变小 随后一名叫左左目日出雄的日本人 在和朝鲜人韩在意的交流中 故意透露 有人将此情况密奏高宗 高宗大惊 遂招来金鸿鸡等研究对策 同时下旨缉拿朴永孝 还好朴永孝得到亲戚李云的密报后 立即逃往日本公使馆避难 才使得他再次躲过一劫 但面对朝鲜方面的通缉令 他只好再度亡命日本 虽然兵飞在以为事变中 被日本让人杀害 让他一度看到了希望 但随后便发生了俄管拨迁事件 高宗摆脱了日本人的控制后 忍受屈辱 长期在俄国公使馆吃住办公 直接组建了亲俄派政权 这几乎就是宣判了 亲日派朴永孝政治生涯的结束 接下来的几年 朴永孝尝试了各种方法 希望能够再次回国主政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拼命讨好的日本留学的 高宗数子义和军李刚 不仅为其准备住宅 甚至还多次寻找美女 敬献给他 持续不断地向高宗上书陈情 表明自己的赤胆诸心 大韩帝国成立后 向韩国独立协会提供资金和人力 为其回国造势 这些尝试 当然通通都以失败收场 高宗甚至直接下令逮捕了 他派到韩国支持独立协会的下属 并颁布赵斥 宣布流亡海外的政治犯 永远无赦 而随着高宗以武力镇压 并取缔独立协会后 朴永孝的归国路 更是变得十分渺茫 心灰意冷的朴永孝 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挣扎 但就在他再度亡命日本八年后 日俄战争爆发 战前不被看好的日本 竟然击溃了俄国 赢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 随后 日本携日俄战争胜利的余威 强迫大韩帝国政府 签订了以四条约 使韩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 在日本人的沟通下 高宗终于再次向朴永孝发出秘址 并且尽管回国 但朴永孝也明白 高宗让他回国并不是完全信任他 而是希望他能够将政局搅混 牵制嚣张巴护的李宛用 寻找韩国独立的机会 1907年6月8日 朴永孝秘密回到釜山 结束了十几年 盲命日本的生活 高宗也在四天后 正式下诏赦赦免了他 随后朴永孝向高宗上书表忠 称 臣生为寒臣 死为寒鬼 君臣回顾旧事相对而弃 上演了一出感情大戏 不过高宗的良苦用心 也没有白费 海牙密使事件泄露后 日本方面唆使李宛用 和一金会逼迫高宗退位 高宗坚持不退位 并迅速任免平永孝为宫内服大臣 希望利用平永孝度过此次危机 然而平永孝在日本人的压力之下 能做的事情十分有限 甚至一度撑定 不过还是在最后挺身而出 与日本人及亲日派内阁抗争 甚至还计划发动政变 杀死李宛用的逼宫大臣 阻止高宗退位 结果计划泄露被日本名逮捕 放逐到冀州岛 高宗也还是被逼退位了 这次事件对平永孝来说打击极大 此后几年 他几乎不谈论政治 一心在冀州岛 兴办学校和经营企业 因为他明白 自己无论如何 也阻挡不了日本人 对朝鲜半岛的全面控制了 果然 《日韩合并条约》 以1910年8月定立 韩国彻底成为了 日本领土的一部分 此时的朴永孝心中估计在想 既然日韩合并已成定局 那就接受现实吧 于是 他信任接受的日本方面 封给了他的侯爵爵位 此后 平永孝积极与日本殖民当局合作 帮助日本方面 在韩国推行文化政治的战略 他创建了《东亚日报》 并在维民会 同光会 朝鲜俱乐部 民友会等一连串 亲日团体中扮演重要角色 还先后担任了日本贵族院议员 朝鲜贵族会会长 朝鲜职产银行理事等职务 1939年9月21日 平永孝逝世 享年78岁 日本幼衣团体黑龙会 为平永孝举行了追悼会 并将其评为 日韩河邦朝鲜方有功者 21世纪以后 韩国开始了对亲日派的清算 平永孝也被盯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不仅被定性为 亲日反民族行为者 还于2009年 被列入亲日反民族名单中 彻底坐实了韩奸之名 个人认为 平永孝与一些 韩国亲日卖国韩奸 还是有所不同的 比如头号国贼李丸佣 卖国组织一金会头部 宋敏俊和李永久等 他一直为朝鲜的开会而奋斗 并提出了朝鲜实现独立自主 和富国强民的具体构想 是卓越的改革实干官僚 他对朝鲜的开花运动 及开花思想的历史贡献 是不容抹杀的 但他在政治活动上的失败 导致其不但没有实现 朝鲜富强的理想 还三度遭到放逐 亡命海白20余年 最终等来的 只是国家的灭亡 所以 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 说他亲日没错 但他知道 韩国被日本推并前 一直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富强 而不是将国家卖给日本 他不仅多次拒绝 日本方面的请求 还在最后关头 帮助韩国名义上的 最高统治者高宗进行抵抗 不过遗憾的是 这位韩国国籍之父 最终还是没有坚守住 自己的底线 成为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 所以 晚年的凯永校 经常显得非常悲观 多次表示 对一生事业的失败感慨良多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